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关注外电消息 美国加州北部这个星期 面临入冬以来最大的降雨 旧新山附近传出水位暴涨 引发了洪水灾情 有两座小镇因此对外界断了联系 有将近两千户的房屋被淹在水里头 当地政府撤离三千多位的居民 气象单位就预估 这两天雨水将会逐渐的减少 不过到了周末的时候 恐怕还会有一波新的豪雨报道 从空中往下看 整座小镇都淹在水里 民众被迫以船只移动 美国加州北部从周三开始 降下破纪录豪雨 索诺马郡俄罗斯河水未打破 近二十五年来最高纪录 河水暴涨约十四公尺 酿成水患 两座小镇瞬间成了孤岛 临近河川地区 淹水水位更高达二点四公尺 估计淹没将近两千栋住宅 政府单位关闭当地八十九条道路 紧急疏散三千六百位居民 并出动救难队员深入救灾 根据气象预报 这两天降雨将会趋缓 淹水水位逐渐消退 预计周六开始会有新一波降雨 大爱新闻杨庆编译 印度跟巴基斯坦陷入半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现在巴基斯坦政府就宣布 释放之前辱惑的印度空军飞观 希望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 巴基斯坦总理在联席会上 释出了善意 不过印度方面还是拒绝 双方电话谈话 专家就表示 虽然巴基斯坦呼吁展开对话 但没有解决国内恐怖组织等 印度关心的议题 导致双方的关系持续陷入僵局 由于两国宣布关闭部分的领空 也造成全球航空大打劫 使得往返亚太 以及欧洲的重要航线 被迫取消或者是改道 影响到四千多名的旅客 国际瞩目的第二次川经会 原定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要举行共同签署仪式的协议 不过却破局了突然喊咖 外界是一片的错愕 原因是美国希望北朝鲜 要大幅落实废除核武 而北朝鲜方面则希望 美国全面取消经济制裁 但是两边都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 目前的时机点 不适合签署任何的协议 两方都需要暂时离开 思考下一步 众所期待的川经二次会 出现戏剧性转折 原定28号下午3点左右 召开的共同签署协定仪式 临时取消 就连稍早的午宴也没有进行 白宫稍后证实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朝鲜领导人 还破天荒回答外电记者访问 气氛融洽 有望能顺利达成协议 却没料到这么快就过局 而川普明白指出 触交关键就在经济制裁 美国无法接受金正恩只提议 关闭一个核武设施 就想完全解除制裁 即使如此 川普还是形容峰会收获很多 因为金正恩有答应他 之后不会进一步测试导弹 而北朝鲜方面 也早就准备好要达成协议 川金会没有任何结果 川普目前还有另一个问题要担心 美中贸易战也没有确切定案 目前美朝两方也没有任何具体声明 是否还会举行会面 往促进和平停战的路 似乎陷入泥沼中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这起公安事故 高雄市林园工业区的台石化学厂 昨天下午接近六点左右传出了大火 火势燃烧猛烈 远在屏东灯会的会场都看得见 这起事故造成四名男性员工烫伤紧急送医 所幸伤者意识清楚 至于起火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厘清 熊熊大火烈焰冲天 大老远就看得见 高雄林园工业区内的台石化厂区 在2月28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大火 由于现场都是石化原料 火势相当猛烈 邻近住户纷纷用手机拍下大火画面 清楚看见现场不时还穿出爆炸声响 相当惊人 我走这么迟走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就陆续救出厂区员工 他们分别都有烧烫伤 索性意识都清楚 已经被送往不同医院救治 至于起火原因是否为锅炉气爆 或是其他原因 有待警方做残火处理才能理清 大爱新闻高雄 宋和报道 今天3月1号 有不少的交通新制上路 首先要提醒驾驶人 上路之前记得先检查好车况 尤其雪山隧道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又只有双线道 一旦遇上了故障车 除了造成车流回堵 处理每件故障车的社会成本 就高达1万多元 所以今天开始 雪碎故障车都要加收1500元的脱掉费 另外其他的新制 还有台铁将要停驶行李包裹列车 停办机车的寄送服务 而机场捷运延长了营运时间 服务深夜往返机场的旅客 机场捷运营运迈入第三年 运量稳定成长 现在更宣布从3月起将延长营运时间 服务深夜旅客 因应连航新起 搭乘红野班机的旅客也越来越多 3月起机节将在末班车后的 晚上11点22分与37分 加开北上南下各两班列车 以机场为终点站 站站都停 预估延长服务营运半小时 非常好 因为到时连巴士都没有了 那有捷运当然是更好 他觉得末班车很赶的话 至少他后面多了一班车 就会觉得说至少还有一点时间 机检统计机场出入境旅客 达成率有24%上升到35% 平均日运量达到6.9万人次 准点率更高达99% 延长营运也服务更多旅客 行驶超过半个世纪的台铁 行李包裹列车 因为使用率逐年下滑 正式在3月走入历史 机车打火车这样的画面 将说白白 台铁从1961年起 推出行李包裹列车 全社时期一年能与640万件货物 但随着民间货运兴起 近年来递减到每年只剩 20多万件货物 3月起行李包裹专属列车 将被淘汰 用火车托运机车的服务 也跟着停止 但台铁表示将利用部分举光号 提供民众一般心理包裹的寄送服务 往来宜兰走水税的用路人得留意 高工局3月1号起 调涨水税脱掉价格 车主得多负担1500元 调涨后的价格 以小客车来说 足足增加一倍 脱掉费得花3000元 大客车部分更超过5000元 多项交通先至3月上路 民众得多加留意 台北报导 苗栗有一名49岁的姚姓男子 前几天他骑机车 经过香山交流道附近的时候 不幸遭到大货车碾壁 这名死者跟妻子育有8名的子女 平时靠卖榨物以及卖菜为生 养活一家10口 其中有一名女儿还是脑性麻痹 得知消息之后 慈激志工为姚家人提供的急难救助 并且抚慰家属悲痛的心 交流道口大货车 擦撞摩托车 断送性命的姚先生 是为了帮身心障碍女儿拿药 从苗栗骑车30公里到新竹 回城发生憾事 我当时没有睡觉 不知道怎么做 妻子几乎崩溃 死者的父亲也难以接受 八个子女 两个当兵 一个打工 剩下五个都还在求学 女儿说慈爱的爸爸 很尊重他们的选择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 摆摊 卖菜 做回收 平常都舍不得吃顿好的 学校会帮忙我们 包一些剩下的药 我们才回来吃 那天神开窍 因为名下有房子 无法申请低收入户 本来生活勉强过得去 现在失去家中经济支柱 这是我们过去的聚关户 2014的时候就有来关心了 我们先把上帐先处理好以后 那后续我们再继续关完 来分析一下 急难救助 先帮他们渡过难关 县政府和善心人士 也都伸出援手 雪中送炭 大海新闻 郭林杨俊廷 苗栗报道 今天开始 慈祭将在柬埔寨 一连三天举行 议诊跟大米发放 昨天当地的官员 先带着志工走访各村落 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 以及关心居民有哪些病库 黄泥土路 车子一经过 总会扬起灰尘 这里是茶交省白石县白石区 沿路十公里长 两旁就住了309户人家 当中一二级贫户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二 柬埔寨传统高角木屋 处立两旁 一边紧离湄公河支流而盖 棚子下的大白牛受到剑骨 房屋木材老旧 直接反映出当地村民生活的武力 经济的窘迫 怀抱里三岁多的小孙子 众人来到依然守税 却早在九个月大时 因为高烧烧坏了脑子 因为不见好转 加上没钱一只 最后无奈放弃 一家人的无助 因为职工到来 仿佛抓到福墓 却在知道是佛教团体后 表明全家信奉伊斯兰教 以为会被拒绝 手机影片是三年前 自己在金边 为贫困回教家庭举行的发放 瞬间消除了疑狱 然后这个 就在庙里面 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东西 莎斯兰 他头说刚被摩托车撞是不是 才刚看完一个 四岁的Salam也被妈妈带了过来 左眼眼皮一块肉相连 失去视力 家庭的贫 孩子的病 因为一场疫症 渴望看见 重生的曙光 待新闻消失节 李建宽 柬埔寨 百石县报导 美国辞职北加州分会的志工 再度前往去年 加州灵火的受灾地区 齐科市 参加了火灾长期康复会议 也到天堂市参加重建宫听会 志工每到一个地方 都遇到了一些民众 也借着机会 关心他们的生活境况 回到了齐科市 慈禧职工挂念着相亲 是否无恙 在灾民发放中心 物资逐渐换季 但很多人记得慈禧和茅坦 我们在我们团队 我们在说 资金的费用 我们非常高兴 而且笔梯是非常好 笔梯是非常好 我记得你们的 你们的 对 从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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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资金 我给你们的笔梯 嗯 住在拖车上没水没电 總是期盼儘快重建家園 天堂市政府和民眾 在公聽會上交換意見 我認為在未來 他們會有更多的 我認為更多人 會參與參與 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參與 所以當地區建立 它可以更為我們活動 大愛新聞之善美之公 馮瑟儀 林香儒 廖瓊玉 美國報導 同樣在美國 洛杉磯總會第四年舉辦 花道種子老師 培訓班 除了花藝教學 也希望學員們 可以將真善美的花道 人文精神繼續地傳承下去 一花一葉 如何擺放 都需要靜下心思考 用心插的時候 每一個細節 你都要很注意 想這個 知道要構圖你的心肝地 這段時間 就是讓你心肝 生到成長的 成長的 這段時間 此季志工陳嘉欣 專長在攝影 發現花道與攝影的共通點 決定加入插花行列 對我的攝影也很有幫助 攝影也是需要進 那我就開始就是學習花道 我希望從花道中間呢 能更得到更多的上人的法 青芽就是在表現它的這個現狀 珍珊美花道能修養自身 同時扮演著人與人接觸的橋樑 我覺得慈激的花道跟其他的地方 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它是要接引眾生的一個管道 那我們常常在很多場合都會用到 比方說我們在接引一些工作人員 或是我們一些相關的朋友 我第一次來學插花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的經驗 那我是小學的老師 所以我希望可以帶這些知識 回去給我的小朋友 然後可以交給他們 花道種子老師培訓班 在美國慈濟總會舉辦第四年 學習的不只技巧 也傳承珍珊美花道的人文精神 大愛新聞珍珊美志工李律慈 黃嘉惠 李建群 美國報導 這幾年素食的人口越來越多 尤其是吃全素 漸漸席捲了全球 有越來越多年輕的朋友 紛紛加入響應 在台灣 有青年朋友發起純素三食運動 希望為經濟動物請命 因此呼籲大家從30天純素生活 開始來挑戰 為地球也為動物盡心力 為了自己心目中的正義 你願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呢? 為了堅持走正確的道路 你又願意投入多少的心血 付出多少熱情呢? 他是吳智輝 他和他的夥伴們 用行動告訴你答案 然後我們會放這些影片 只要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在我們看不見的食物 在我們現在的這些經濟活動的背後 其實動物正在遭受的 我們不忍心他去看到這樣 我不知道 就是當你變成一個純素食者 而且是因為動物的關係 你就會很想要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當另外一個人變成純素食者的時候 你也是幫助了那些動物 強大的執念會長出改變的勇氣與力量 讓吳智輝一步步走上推廣 動物知情權 呼籲吃全素的道路 當然也促使他徹底改變飲食習慣 由婚轉全素 畜牧業的真相其實正是許多年輕世代 開啟全素食人生的關鍵 台灣的素食人口不斷增加 如果以年紀原因粗略區分 年長者吃全素 比較常見的理由是因為宗教和健康 但是40歲以下有婚轉素的新素食者 較多的比例是為了環境 為了下一代 或是像吳智輝是為了動物權 吃素的世代差異不只在原因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 年輕一輩的素食者 為了推廣吃素的理念 奔走不遺餘力 對吳智輝而言 如果推廣素食救動物救地球 是一場年輕革命 那麼兩年多前 他發起的純素30 就是他的第一槍 因為其實有兩個成因 一個是我知道了真相 第二個就是我爸爸那時候 我剛好生病 他是很嚴重的感應化默契 後來我就是到廟裡去做訓願這樣子 然後才開始吃素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這兩個成因缺一不可 在我啟蒙我吃素 所以會有純素30 有點類似這樣 我們希望就是讓人們知道真相以後 有一個契機可以開始啟動它 開始的第一步這樣子 邀請人們試著挑戰純素30天 目的是要給那些 對純素時有疑慮的民眾 一個開始的契機 這是吳智輝堅定純素信仰之後 找出的可執行方式 兩年多來 消有成績 我們大概這兩年多 大概1600多個人來參加 我覺得還可以啦 還可以再加油 言談間可以發現 學理科出身的吳智輝 很多時候是一個理智的人 比較少有人們刻板印象裡 街頭運動者激情的那一面 我本身的話 可能有些人就是看到養殖場 或是屠宰場影片 他會淚流滿面的 他會很難過 可是我還是滿 我能滿理性的看完這樣 對 我的意思是 只是我會覺得就是 這些事情是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 他是不對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不能就是轉頭默示他 在他工作的小小空間裡 東西雖多 但總是緊緊有條 正職是在家裡的工廠上班 不過與其說這裡是他的公司 不如說是他的據點更為貼切 兩年來大大小小的活動 吳智輝理出越來越清楚的脈絡 推廣素食救動物 他會從更多元的角度切入 比如健康 比如環保 並且希望未來能做的更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成立一個社團 法人的組織這樣子 對 我們叫友善動物協會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參與 一些政府的政策上的 像我朋友就傳給我 就是今天很重要就是 他把生命教育 納入了基本的課綱 不過在某些狀況下 這位理性的全素食街頭行動者 還是會出現難以解釋的感性時刻 很多時候就是在街頭上我是 我的夥伴可能還沒到 我就是很多時候我是 可能是一個人 因為我可能是個小馬 然後前面兩個小時我可能只有一個人 可是其他人看到的時候會覺得說 我一個人會覺得很孤獨 就是我在一個人的時候 我可以更感受到 我跟我要做的這件事情的接觸 我的意思就是更講直白一點就是 我可以更感受到 就是我跟動物的連結 可以更感受到 為什麼我站在這裡幫助動物 為什麼的初心 飛起一幕不放棄 靜靜站立 讓經濟動物悲慘的遭遇被看見 溫柔堅定地為動物請命推廣全素食 不只是自己吃全素獨散其身 還要起核心 要大家一起來行動 斯里蘭卡舉辦盛大的佛教嘉年華活動 新聞最後帶您一起來看看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十點新聞 我們再會